大家好,我是呂老师 这边来跟各位介绍 我们在浏览3D模型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浏览方式 第一个我们会用到的浏览方式是旋转 当然我可以按一下这边的旋转工具 旋转工具按钮 按下去之后 我就可以进行旋转 我现在按住滑速左键进行旋转 我也可以按这边的平移工具 这只手按下去 这是平移工具 然后按住滑速左键就可以进行平移 我也可以放大 这里有一个缩放工具 这样是缩小 然后这样是放大 往右下角是缩小 往左上角是放大 这样是可以的 按住滑速左键 这样是放大 往右上角放大 往左下角缩小 就往下是缩小 往上是放大 你也可以往上 往下 往上就放大 往下就缩小 然后如果你要检视全部的话 就按下这个缩放范围 因为目前我们只有看到这两个3D模型 所以我们的说方范围应该就是这个范围 也可以回到前一步 就检视的过程我们有好几个关键画面 你可以往前一直往前 就我们刚刚在检视的时候的一些关键画面 这个可以按 按这边的工具面板上的工具当然是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做法是我比较常用的 如果我要让它旋转的话 但我回到这个选取模式 第一个我要让它旋转的话 我就按滚轮 滚轮压下去 现在已经压下滚轮了 就可以进行旋转 第二个我再按住shift的话 滚轮跟shift同时压下去 我就可以进行平移 浏览的时候可以进行平移 这两个是我觉得我比较受用的地方 这种浏览的一些使用方式 其实真的蛮好用的 比如说现在从3D模型库里面下载的这些元件 设计者设计这个3D模型的人 它其实做得很用心 比如说我现在要放大的话 因为我现在想要看后面这一台太空梭了 我滚轮往前推 放大 滚轮往前推就是放大 然后靠近它之后 我要旋转一下 我滚轮就往下压 它其实做了很多很仔细很精细的一些设计 我这滚轮往下压 然后shift再往下压 滚轮加shift变平移 我可以看到它很多细部的设计 如果你现在还要再回到解释全部画面的话 按一下这个缩放范围 这些的工具应用 对我们做这个3D模型的浏览是非常有用的 以上请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滚小还是一样 啊 非常 prayer